儘管天空下著大雨 依舊不減信眾 跟隨媽祖的熱誠 相傳媽祖娘娘出巡的時候 都會下大雨 究竟怎麼回事 原來民間有一個神話傳說 也就是媽祖婆羽大道攻風 媽祖 我來了 每次在這個媽祖出巡的時候 大道攻就會讓牠下雨 那下雨的時候意思 你看那個莊就會有一點 就是薄薄嘛 莊就會不漂亮 所以要讓牠難看的意思 民間傳說 大道攻因為追求媽祖不成 故意要為難媽祖娘娘 不過媽祖也不甘示弱 每當大道攻出巡的時候 媽祖就會刮起大風 讓隊伍凌亂不堪 媽祖婆羽大道攻風 媽祖婆羽大道攻風 兩位神明鬥法的傳說 到現在還是讓信眾們 嘖嘖稱奇 不過說到了白沙屯媽祖 不得不提起 五輔千歲蘇王爺 因為兩位神明 從三零年代起 就共用一名雞童 洪萬安 他在二十二歲的時候 然後他得了那個腸胃炎 腸胃病 甚至到後來沒辦法的時候 聽說是放在那個神明廳大廳 等那個最後一口氣 場子已經潰爛到沒得醫了 醫生轉告洪家人 只能準備後事 但是沒想到那天晚上 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那個時候問到 那個白沙人媽祖跟蘇王爺 所以雙雙出現在 我們家的大廳 那個時候 我們這個媽祖 外面看了一個蘇大王 蘇大王就說出一句話 他說這陣子 先讓過就好了 然後後來他醒過來 就是說他肚子腳痛 然後請我祖母 把他背去那個毛坑 他一到這個便所 雙腳開開一角 咳下去補補 兩步才帶火 又淋淋 火紅到煩黑黑 結尾球 結果 整個的身體 稍微輕鬆起來 那像說 把身體的獨層 都擺得清清淋淋 都擺得清淋淋 他的身體自然就痊癒起來 媽祖和蘇王爺的神蹟 降臨在平民死亡的 洪安安身上 從此之後 洪安安成了神明的代言人 不僅幫蘇王爺起急辦事 有時候也替媽祖 責定靜香出巡的日子 以前我們隔壁宮廟 有一個守護王爺的吉姓 那吉姓當然 他是在我們地方上算是 德高望重的一個吉姓 那有的時候 真正有需要對話的話 也許媽祖會附在 他的 吉姓的身上 才傳達一些 媽祖要指示的信息 這個是在早期 確實是有這個事情